小马今天迟到了 他说上班的路上呢 一个陌生的男人朝他急急忙忙地走过来 跟他要十块钱 虽然有点迟疑 但是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拒绝 他想用没带现金的理由婉拒后 好继续赶路 但是当对方说 我们可以去旁边的小店换 他实在是不好意思拒绝 就跟着去了小店 给他换了十块钱 这样一耽搁呢 等他到了公司 已经迟到了 经同事一提醒恍然大悟 普通人要十块钱干嘛呢 那个惯犯就是捏准了 大家不懂拒绝的心态 在那一带呢 已经行遍多日了 确确的婆婆已经第八次 和她提生二胎的事情了 她其实是抗拒的 自己和老公呢 都没有多少积蓄 大宝宝还只有一岁 这时候要二胎 肯定让生活更拮据了 她和老公商量 说着说着就委屈地哭了 她的老公呢 一开始会安慰她 隔天买了个礼物 又把她哄好了 她知道丈夫家里 重男轻女 希望二胎要个男孩 在一众人的游说下 确确实在不忍心 再拒绝了 就答应了 但是孩子来了之后 生活反而乱成浆糊了 两个孩子一起哭闹 确确夜里睡不好 白天也要自己硬着头皮带 因为长期脱离工作 原本指望回到工作岗位上 可以升职的愿望呢 也泡汤了 过重的生活压力 让确确的丈夫 总是充满了负面情绪 贫贱夫妻百事哀 两个人的争吵 也比以前多了很多 最近听说 她得了产后抑郁 小易准备了大半年 终于可以去日本玩一趟了 临出发前 欢欢喜喜地 发了个朋友圈 但接下来的几天 就是各种求代购的消息 一直持续到她回来 其中 有个老同学 平时不联系的 因为刚好自己老婆生了孩子 就托小易 代购奶瓶 学布鞋等等 一系列的婴儿用品 小易心有不悦 但又不好意思拒绝 毕竟是老同学嘛 去了一周 基本没怎么玩 不是在各种免税店里排队 就是在各种货架面前 捧着手机找东西买买买 悲催的是 回国之后呢 原本拖沓买东西的 有些人呢 又反悔说不要了 其中就包括那个 买婴儿用品的老同学 上万块钱的东西 说不要就不要了 小易也只是个 刚毕业的普通小白领 为了给大家带东西呢 积蓄都垫进去了 都是熟人也不好意思 收什么代购费了 所以一分钱都没挣 反倒是那些没人认领的东西 他在朋友圈里 当了一个多月的微商 才半买半卖的处理完 最后算来算去 反倒是自己亏了一大笔钱 要说亏的 没有比李俊更亏的 年前拿着十万块钱 打算年后开家奶茶店 结果新年的时候呢 老朋友开口向他借钱 说买婚房 还缺十万块钱周转 等过两个月 立马就还上 虽然自己也是急用 但是想着都是兄弟嘛 又不好拒绝 索性呢就借了 结果两个月过去了 老朋友没有任何还的意思 等李俊去找他钥匙 他竟然开口 大吐苦水 说实在是太难了 不管李俊同不同意 反正往后只能按分期 二十四个月还了 而且没有利息 你难 谁又不难呢 二十四个月 黄花菜都凉了 但是李俊不好意思和老朋友吵 只是当吃了哑巴亏 打掉牙齿 或血吞 没有了做买卖的本钱 这两年内李俊又得勤勤恳恳地去打工 攒钱了 李俊的老为了这件事 起得最近一直在闹离婚 电视剧里也没少这样的悲剧 双面交理的女主角胡丽娟 就是典型 毕业结婚之后 她的丈夫亚萍多年来一点点地掏空自己的妻子 她自诩出身贫穷 在财务上总是连哄带骗地 让妻子多多地帮衬 所以呢 婚宴的酒席前是女方父母出的 他们俩的婚房 买房 装修 李亚萍的父母只出两万 其余的都是胡丽娟的妈妈出的 胡丽娟为了不让老公为难 一次次地从娘家要钱填补婆家这个无底洞 可最后换来的 却是婆婆以及丈夫的贪婪和冷漠 亚萍的妈妈来了之后呢 把它当作生育机器生活上各种使坏 丽娟流产之后 亚萍问医生的第一句话不是丽娟的身体状况 却是丽娟以后还能不能怀孕 丽娟小产需要在家里休息 公婆不愿意照顾直接回了老家 而亚萍呢更是一天假都不情 这一家人一再地试探丽娟的底线 伤害 欺骗 家暴 但对待这一切 胡丽娟都一次次地原谅了 她对待侵犯底线的事情从不去拒绝 而是一步步地妥协 给了亚萍一家得寸进尺的机会 最后 也悲剧地命丧在亚萍的泉下 这样的故事呢 我可以讲很多 世人总怕拒绝会不会显得我不善良 总是说不出我不 总是怕得罪人 当惯了老好人 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给拖垮了 就像人间诗歌里典型的讨好型人格 大庭业葬 他个性懦弱又自卑 总是习惯性地讨好别人 他说 我的不幸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 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 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 这个可怜的男人一生沉浮 最后用自杀来结束自己 落魄的一生 就像多年前风靡一时的台剧 命中注定我爱你中 那个便利贴女孩 活成了人人都能使唤 又毫无存在感的 老好人 卑微的讨好 并不能换来认可和关爱 相反 一再俯身的脊梁 一不小心 就成了别人踩踏的阶梯了 学会拒绝的能力到底有多重要呢 大概就是为自己的人生剔除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吧 我之前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痛苦万分 便去寻大师 求开解 大师没有直接给答案 而是让他自悟三天 第一天大师问他悟出了什么 他摇摇头 于是大师呢就举起戒指 狠狠地敲了下他的掌心 第二天大师继续问 他依然摇摇头 于是呢 大师再次给了一戒指 到了第三天 他依然什么也没有悟出来 但当大师举起戒指时 他下意识地拦住了大师 大师笑了 他说 这不就是方法吗 痛苦是可以拒绝的 面对所有的无理要求 你要坚守住你的底线 要尊重自我的感受 而不是一味地讨好顺从 毛母先生有一篇小说 故事讲的是有一个年轻人 他的姨妈来看他 让他请客 然后不停地点大菜 一直点到这个年轻人 经济破产 然后姨妈告诉他 傻孩子 你长大后的第一课 就是学会拒绝 拒绝被人 无端勒索 所以一个人要保持尊严 有拒绝的勇气 是前提 一如毕书敏所说的 拒绝是一种权利 就像生存是一种权利 凡事多问自己几个 你真的想吗 而不是任由自己的纵容 一步步拖垮你 对于那些自己明明可以解决 却将活塞给你的假伙伴 那些自己虽然能够应付 却不怕麻烦你的假朋友 那些只顾及自己的快乐 却忽略你的感受的假亲人 你要牢记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付出 当你学会拒绝他们 便是你强大的开始 当你在我身边 记忆着竹容颜 你微笑的脸 是最美的诗篇 往事已默默重演 映在你的眉眼 你对我说 你对我说月光下要坚强 时光吹散了少年 梦想在爱中点燃 落变轻轻轻轻轻轻飘落在你的脚边 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 我一直在人家 我一直在人家而开中寻找你消息的脸 用尽力气努力奔跑 只想再看你一眼 盛开曾经记得花 在悬崖凋谢绽放 是爱让我勇敢 我是你最亲爱的笑 来陪你看满天星空 你给我一颗种子 让我许愿你会回来 用力握住你的手 做你微笑的天使 等待我会盛开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